那么我觉得你刚刚那样子讲的 还是有一个地方我有点不太了解 因为我觉得这种物质方面的发展 它说带来的破坏很大 我们要过得很舒服 什么都要有 要车子 房子 各种设备 这个设备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都是我们不会学地球的自然的一些资源 所以我们对大自然的破坏非常大 但是破坏不仅是大自然的破坏 也是对人的破坏非常大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经济方式 都是以一个公司的利润为最基本的标准 那么他们赚钱的方式 对人的影响其实不怎么管 国内还管 但是到国外就不管 所以这种经济模式 还有这种物质发展的代价很高 那么是不是必须要靠一种灵性的力量 一种宗教的力量 要叫人家过生活要过得谦虚一点 要过得简单一点 不然的话我们虽然是可以靠宗教强调平等 要人生的意义 但是这个生活太多的带来的破坏 其实没有办法这样子结局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个问题 看起来大陆的环保的问题 对自然的破坏问题就很清楚 无人的问题非常非常严重 所以我觉得宗教与这种发展 还是有某一种程度的 这种仗利的一种矛盾的关系 不是吗 他这种矛盾我们这个宗教一直是提倡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宗教就是说 你的财富不要过于富裕地变 也不要太贫穷了 只要能人生存能生活意识住行都可以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宗教所提倡的 基本的思想或者说是理念 也就是说在这种理念下 如果科学发展当然是有矛盾的 现在环境破坏是非常严重的 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们 他把所有的或者说一大部分的财富占有 现在世界上百分之二十的人 说是百分之八十的财富掌握在他们的手里 像美国实际上是占百分之六的人 但是他拥有的财富他所占据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五 也有这样 如果按照美国那样摄持的生活 全地球上的人们要过着的话 那五个以上的地球才能提供给人们 所以以前甘迪也说过 这个地球只能给满足地球上的人们的希求 但不能满足地球上的人们的欲望 我觉得这些道理跟我们宗教里面所提倡的 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没有宗教的一种心灵来控制欲望 就像拼命地对科学发展 科学的追求 就是有一种非常狂热的心去追求 那无论是自己也好 对整个地球 对整个世界上的国家的人们 都是有非常大的灾难和破坏 所以我觉得一味地对科学发展追求的这种模式 这是对人类应该可以说是 自觉分魔的一种去向 因此在这个层面来讲 可以说佛教的有些观点 不符合现在的过多贪婪和欲望的增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